伯仁大学 学生拥有最多的国际论文发表 并连续七次在谷歌学术论文发表中排名第一 海上丝绸之路孔子学院也坐落于此 拥有一百四十七位学识渊博的外国教授 老师全部为全职 可以照顾学生并随时大意解惑 老师的教学方法先进 管理人员有优质管理水平 让学生可以使用到最方便最优质的硬件教学工具 使得博仁大学成为同学最喜欢家长最放心的优质大学 教学项目质量高 获得了高教部的很多奖励和证书 本校成绩单为国际标准 毕业之后您可以申请出国留学 此外博仁大学本科生也有资格获得奖学金 毕业之后还有许多继续教育的特殊特权 例如硕士博士学位 博仁大学有六个学院和六个系 六个学院分别是 创新商务与财快学院 技术与工程创新学院 中系一结合学院 创新设计与软件研发学院 航空发展与培训学院 国际影学院 六个系分别是 法学系 人文系 传媒系 公共行政系 艺术系 旅游和酒店管理系 博仁大学是一所创业型大学 有许多项目和活动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商业思想 此外我们也拥有适合在数字时代 学习和办公的现代空间 例如创课空间 X空间 以及网络咖啡厅 在博仁 我们有现代化的教室和教学工具 电竞房 学厨房 DPU Place酒店 航空学院 影业房 健身房 游泳池 会议室 医务室 以及学生服务中心 负责学生的签证 保险 住宿和街机 此外 博仁大学也具有标准的宿舍 干净 舒适 安全 内部宿舍 及博仁大学一到六栋 和外部宿舍均可使用 学校附近交通便利 设施齐全 机场 从学校到朗曼机场 大概15分钟的车程 到苏万纳普国际机场 大概40分钟的车程 火车站 轻轨站 地铁站 医院 大型商场 小型商场 市场 展览中心 电影院 北方公园 区警察局 大家好 我是来自泰国博仁大学 国际学院的院长 尤翔老师 那今天呢 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博仁大学国际学院的 本科情况 那目前来说呢 我们本科有开设 国际商务 金融与会计 旅游管理 艺术与设计 这些传统专业 就目前而言 从今年开始 我们又新增了 物流 人力资源 还有我们的 这个航空专业 然后给 所有的中国同学 以及东盟同学 开设了一个 非常好的学习平台 那在这个地方呢 随着我们的社会结构 发展非常快 然后我们的知识结构 更新也非常之快 那之所以 通过我们之前的一些调查 社会需求调查 企业需求调查 那我们在教学体系当中 形成了两套体系 一个是我们的DPU Call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DPU X DPU Call的主要责任是什么呢 除了在学习知识之外 我们还教会同学们 一个终身学习的能力 这些能力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们的科技应用能力 还有我们的交流能力 还有我们的 这个问题分析能力 以及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 以及企业家精神 那这些能力 将成为大家 一个终身能力 我们如何来保证这些能力 真的体现到学生身上呢 那就是我们的DPU X 它是我们的一个 学习生态系统 它会给同学们提供 孵化剂的机会 参加真实的这个创业比赛 以及实际的运作当中去 我们的这个毕业生在泰国 已经是享有生育 目前来说 我们多批的毕业生 已经在中国 泰国各大企业 进行工作就职 随着中国东盟一体化的进程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对这样的毕业生 有巨大的需求 所以大家目前也是泰国和中国 稀缺的资源 博人大学根据泰国 未来环境和技能知识的 多次研究 对课程进行了相应调整 以更能适应未来的变化 锻炼学生 泰语和英语双语能力 使其能够在中泰两国中工作 博人大学的核心 就是通过专注于学生自身的能力 以展现他们的独特和出类拔萃 使他们敢于表达建设性意见 能够合理地解决问题 能够在课堂上进行团队合作 以及和外国友人交流想法 并扩大交流圈 从而进一步扩大 他们毕业时的商业领域 为此 国校配备有现代化的教育设备和新技术 从而永久性地满足 博人大学的核心需求 专业实习可以选择在中国 也可以选择与泰国巨头公司签订合同进行实习 四家巨头公司分别是 安逸旅游公司 曼谷旺豪女王公园 梅林娱乐集团 新鲜日报 泰国与中国的文化相似 消费水平也差不多 作为国际贸易的同学 就读泰国博人大学 更能了解中泰各行业的市场 在学习过程中建立多方面的人际关系 毕业后也能作为自身的优势 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大家好 我叫凯瑞 在泰国博人大学毕业后 不仅可以有在泰国工作的机会 也可以有非常多的创业机会 泰国博人大学有非常多的奖学金项目 向同学们开放 使同学们在毕业后 有机会继续研修硕士研究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